大家好,歡迎來到我要炒期貨的時間 今天都是錄播的環節,現在是12點17分 跟大家更新一下市場 如果過去幾條影片或者直播,即是我要炒期貨這個節目 你都跟進的話,你都只不過是一路經歎著那種神父奇計 所有的觀察,所有的分析,預判預言的位置,怎樣做 全部都是帶著去走,尤其是恒指這一段的位置 由整個三月到現在五月,當時預計準備會爆邊 接著預計這個位置161一定要留意 因為當時的上行震盪下去點一點做假頭髮 拔上來這條軌跡一定會留意 上了的時候升穿了164,一個關鍵的下跌點 下跌段的位置,一穿164,一收穿了 就勝負已分,就會扯上來 當時講到,先看172,但一突破預計 上面一刺,刺就自然快,就會直接劍指184 講的時候很多人在笑,心師傅 很有趣的現象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我的視點裡面,是看到很多東西 我彷彿看整個市場的所謂散戶周期 他們那種腦袋的運作 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在這裏試過比特幣 六萬去兩萬,兩萬上回六萬 挑戰上去十萬 這樣計算 當時有一次,黃金全面做好的時候有一次 美股當時有一次 其實很多次,過往的一些大的周期 我都見證整個運作 而我見證運作,我作為參與者以外 我現在多了一個身份 我就是見到大家的反應 大家的一些說話等等 很好笑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在過去一兩個星期之前 講一萬六千二 那時候大家還是覺得很差的 覺得市場上升不到,好像很弱 經常遍佈著一些不好的消息 大家的氣氛可能輸到都習慣了 氣氛、情緒又不好 很多這些 所以當你那個位置 說到機會來了 關鍵位 上升 甚至乎穿了七二那一刻 直接看一八四 港式直流說 恆子只有一個方向 我已經可以寫到這樣的題目 恆子只有一個方向 回調買星 買星 這樣 但還有些人會說 恆子要歸零 恆子就不行了 還是死了 你話聲 不要出來害人 又會有那些很奇怪 牛皮都有人說 牛皮都做不夠久 懂不懂看事 不要緊 我的意思就是很正常 這些聲音出現的時候 其實就是代表著一種氣氛 因為過去很悶的時候 是完全沒有的 如果你有觀察到 在最悶的時候 其實留下來就是只在學習的人 在最悶的時候 就不刺激 又不是升到叮叮叭 又不是跌到很低殘 在中間沒有什麼做 那些人 對交易不太有興趣 對於投資投機 不太有深度的人 其實都不太理會市場 他不在那裡 那時候其實就是最學習的時候 好像春夏秋冬 你看到大家 只有認真學習 留意的人 就會在那裡 但是之後 又一開始在很低谷 或者突然間市場 開始說那些什麼 重上萬七 然後在升級的時候 那些機會主義者 那些想舔一下游泳 撿一下錢 就會飆出來 自然有那些很無稽 很不技術性 很沒有教學性質的言論 就會出現 所以透過這些 都可以觀察到當時市場的氣氛 和情緒 我覺得是筆力落伏 挺有趣的一個觀察 或者挺好看的 當然在分析判斷上 就不影響 即是那幅圖 怎樣走怎樣 操作開 玩開 實踐開 你都是這樣玩 其實是影響不到一切的部署 但是反過來 有這些市場情緒與聲音 去讓你觀察 笑一下又開心 或者善用 你知道他們現在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都有些少少對市場判斷的端倪 這些少少的分享 我們說回那個 技術上面的東西 現在一路挑戰了 一百四 穿一穿 現在一百七這些位置 每下每下 其實現在 就處於一個比較尷尬的位置 因為它上面 它要再做一些 即它現在要回調下來 等等 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它在這裡震兩陣 再延續突破 也是可以的 就是這樣 這些都是這樣 投資投機 有關鍵位置就是這樣 日線圖我們很清楚看到 下面這個底打了出來 是不是 我不管你當它頭肩底也好 當它什麼都好 總之下面這個底就打了出來 而這個位置也是之前周線圖的 前底的位置 OK 所以這個 這樣的底部 就打開了出來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我當時曾經很大膽地作過一個判斷 就是有機會其實不要忘記 這一塊可能是一個很大的橫行 現在講言之 上早你都沒有必要這樣去考慮它 是不是 但是你在這些下面的位置 當你有一些 向上的訊號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操作 你短期的位置先看著172184 它能不能夠上到2022 甚至乎226這些東西 是後話來的 但是你在那個部署上面 你起碼知道 其實可能大格局有這個框架 OK 你上面很清楚有一個三個頂 226這三個頂 下面有兩個底 有機會這是一個橫行 而它中間棒著的都是這些 187這些位置 它頂住了是很合理的 這是一個中軸的概念 如果你假設當它橫行炒 暫時是可以這樣想的 可以這樣想的 OK 你只不過是順應著這件事 看看它會不會這樣發生 OK 而當我們知道大格局剛才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現在就要想這個位置是怎樣 184就怎樣也是一個位置 上面剛剛清完 OK 下面之前172這個是突破那個位置 上面188也是前面頂一頂的位置 然後就是202 如果這些位置穿上就上202 202這些位置很正常 我們其實現在想知道的就是 這一刻究竟怎樣做 這一刻這一段時間 如果你跟上一次直播的時候 都有類似的判斷 上次是這些位置 挑戰184之後你就到這裡 這一刻 最短期任務已經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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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最前頂有機會變成前底的 概念 而這裏也是618的位置 OK 這也是回調618左右的位置 所以假設 接下來價格如果有機會回到下來 180左右這些位置 有機會會彈一彈也不奇怪 或者是升也可以 你不知道的 但這個位置就是我們去補 想著有沒有機會買升的這些機會 180這個位置同一時間 有機會會彈一彈 有機會會彈一彈 有機會是這個回調 這個震盪 現在這個是震盪 很明顯 不是這一塊是一個震盪 一個橫行沒有方向的位置 一旦它向下突破的時候 突破段同一時的量度 都是附近這些位置 所以當價格有機會回到下來 這裏的時候 你就有機會撥一下 看看有沒有一些上升的空間 給你試 但你要等待 等待一些小一點的時間 或者即時的時候 給你的momentum 你怎樣反應 他做操作會更好 因為這個位置並不是大圖上面 極度有優勢的位置 OK 你去到180 那又怎樣 他可以下來 他下來可以嗎 可以的 他下來172這件事都是未散的 所以他可能下來 下來182這些位置 他彈一彈 回一回這些位置 然後他再下跌 都可以的 還有一波回調段 有什麼那麼奇怪 他回回來172 都沒有問題 即是反過來 接下來180 你可以關注一下 可能有一些短線的機會 你去捕捉 你先試 有機會不小心 坐波上升浪 就坐到 坐不到的 就要打著反彈 你一樣會贏 而一旦他飛到172 如果他接下來飛到172 這些位置的時候 是你非常之關鍵的位置 一定要去捕它 一定要去捕它 而這個位置就是大圖上的關鍵位置 這樣就更加值得捕 你剛才180 那些只是前頂底 然後頂著 中間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是什麼位置 這些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最近期那段的位置 但是他下來的172 這些才是大圖 大圖的突破大圖 所以你要知道現在自己的格格 處於哪裡 而現在來說 最細形的位置 其實他就是處於這裡 184他頂一頂 然後他上面做一些橫行 即是如果184 接下來這個位置 他穿了 他收回來 要穿了這個位置 起碼他會把這個高位突破 把182這個高位 完全摧毀了他 他才能夠打破結構 他之前升是怎樣的 這樣升上來 然後升上來 然後震震震 震震震 震震震 現在這樣 其實這些東西 那你也要先把這隻腳打破 即是這隻腳 但打破完之後 他又很近 這裏有180 因為你的聲勢 自然會這樣 但是你不來的 你到時他真的突破了 如果他又未報導 那上面還有空間 給你做回調慢跌 你也要試 你也要試 你先試那波短的 有機會坐遠一點 即是假設你 你接下來是要這裏穿了 然後你做得下跌的時候 你第一格 你是不是先看前頂 你是不是先看180 那再高一點 就是再看下隻腳 176 再下隻腳就是172 或者這隻腳 174 你到時就自然有 足夠的資訊 讓你繼續延續分析與判斷 OK 這就是所謂react to the market 但你一邊也是在預計 但我們不依賴自己的預計 我們有能力去預計 但我們不會依賴自己的預計 但我們會根據自己的預計 預測 去制定一些策略 然後去對市場作出反應 如何作出反應 就是作出最具勝率 最具直播率 最抵玩 其實就是最正期望值 最正EV的action 那時候我們就會做一個action 就會行動 然後 行動後 就透過我們繼續的觀察 就自然懂得管理我們的倉位 那些momentum有沒有配合 那些價格有沒有配合 它是不是在走我們想走的方向 去走的方向 去走的方向的方法又是怎樣 因為我們前面的交易體系裡面 已經對市場作出最深入的否釋 了解了市場狀態有哪幾款 你可以怎樣去跑 有哪幾種的走勢 有哪幾種的趨勢 有哪幾款 橫行有哪幾款 是完全清清楚楚的 所以當它怎樣跑的時候 你只是因應著它的跑法 填一些洞洞 它知道現在是處於什麼狀態 你就自然懂得應對市場 OK 一個結合了 現在184就是關鍵位 之前也是到了 穿了 開心了 你下面這些 吃了兩千多點 現在它就有一個震盪 這個震盪一旦向下突破 有機會觸發一波的回調仔 而觸發回調仔的時候 第一關的 就先看180 前頂這些位置 下面再深一點就一隻腳清 甚至乎穿回172就最正 這樣 OK 而當格格有機會回到180 或者有任何這些回調點的時候 你的腦子都可以 有沒有一些 配合momentum的短線機會 讓你去撩一下它 去試一下它 OK 但是你要用這樣的方式去操作 而最理想的 一旦真的到達172 就全力精神地去看著一些 讓你去做上部署的機會 OK 正如 其實同一個套路什麼時候發生過 就是這個位置 當時171 這些位置 穿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是我全力精神 一天捕著 究竟什麼時候 有買星機會 就要撥下去 因為你知道這個是大圖大位 當時的大圖大位是這裡 是不是 當時是這些位 這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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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看直播 當時一定是這樣判斷 因為當時這些是大圖大位 也做了一個假打破洗倉的舉動 所以這些位置 你知道大戶或莊 做了一些洗倉的舉動 這些就是最關鍵的位置 這些關鍵位 你買到星的時候 你知道第一格一定是172 但是再之後一圈一定是184 整個部署是這樣的連環權 你一定要回去看回當時的分析 要判斷 你就能夠知道 那個體系永遠都會這樣運作 正如一樣現在預判 假設他真的回到這裡 假設 他回到172的時候 就等於這個價位 當時回到161 一樣那麼重要 那你到時就是全副精神 想想有沒有機會扶上去 正如當時 全副精神想想有沒有機會扶上去 整個套路是一樣的 但是他中間這些位置 這些位置 他都是不實正的 但是你要不要嘗試 你都可以嘗試 因為你短線的波幅 都夠你吃 OK 現在最近期 就是發生了這個小小的橫行仔 他頂住了這個位置 那你看看這個橫行仔 他怎樣判斷就可以了 而其實他飛到上來 清了184 隔了這裡的時候 你預他回都很合理 對不對 人家用了4月19號 到5月6號 一下噴蛇噴了2000幾點上來 2300多點左右 這些位置 看看 一邊飛上來 噴了2700點 低到高位金 那麼 眉口一點點 而且你事實上 你開始頂住 這些位置 你不會在184那裡賣星 當然我都見過有些人很神奇 當172突破了 去到173、174 然後他都繼續要看跌 繼續要買跌 還要止蝕擺186 前世未被殺過 去到176 我記得當時的人 你見到街貨 不懂看市的人 在176 前世未被打過 很有趣 但市場就是這樣的 正如剛剛提到的聲音 他自己不相信市場會升 你說升 他覺得是敵人 他自己覺得 不斷的評擊 你說得不對 現在他升了上去 他又怎樣 他又會 當他放棄了 我們又買回升 然後又會賺錢 市場來來去去 都是這樣 強手弱手的運作 永遠都是這樣 散戶 就永遠都是散戶 只要你不接受自己的散戶 你不願意向一些專業的體系去學習 你改變不了你體市 或者叫做交易操作的判斷方式 操作方式 你一路都會只會是這樣的 沒有辦法改變 但遊戲是這樣的 這是生態 這麼久以來都是這樣的 由我剛剛學習到現在 都是沒有進步過的 這是生態 所以這個生態很好 永遠都存在這個生態 當你願意去學習去理解的時候 有機會賺錢 和很容易 比起別人有優勢的人債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想想 你自己想成為哪一類人 黃金 先擋了一個警示 會否有利益 默金 黃金也要分析一下 之前說到線圖沒有甚麼去看 再看四小二圖級別的東西 我們便知道上邊有個突破位頂住了 可以下面 那次講到這位置一定要關注 2300這個位置 然後他現在做了一個中軸 這裏你見到頂著頂著 接著他突下來 突下來之後 這裏有條判斷要和大家講少少 這裏 這裏 是一個震盪 接著他突破了 我們要拆解這段段落 就非常之重要 這裏有段段落 飛下來的 他突破了 概念上有機會做一個延伸的向下 這樣 但是他又被這裏頂著 他這裏頂著 現在這個位置就變成 他有機會踩上來 因為他這個結構已經變成一個這樣的橫行模樣 他會升得高了 升得高的意思是 他已經不再是一種這樣的下跌 即是一種大力有momentum的噴射 他已經不是這一種的下跌 我們直接判斷他變回橫行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我剛才講過2300一定要去留意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位置 現在其實他前繞到同一個位置 這一塊的東西 大家還記得的話 支持了你 如果後面不備 穿梭前繞的時候 很容易會變成後面橫行區的種族 現在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裡黏住這些位置 當時就是這些位置在前繞中 現在他就是一個這樣的橫行 你當橫行這樣看就沒有問題了 OK 這塊橫行現在就是一個橫行的頂上 橫行的頂上 但他可以有很多變咒 他可以這裡是一塊這樣的東西也可以 OK 他這樣也可以 他接下來就跌下來 做回一個橫行就可以了 然後他穿了上來 然後踩踩上來又可以了 他現在很多東西都可以了 OK 如果他假設這個橫行 他做這個周期的橫行 OK 即是上面 頂就在上面 底就在下面 他可以做這一款的橫行 即是這個區間的橫行 是沒有問題的 但最好就是回心點 我也想回心點 他不回心點 沒有辦法 OK 他去回這裡 做這裡的橫行也可以 OK 始終這裡是頂住的 2 3 5 1是頂住的 剛才說的突破位置頂住了 OK 現在你怎樣操作 你怎樣面對這個市場才是最有優勢的 OK 上面2 3 5 1是頂住了 下面這些位置都是頂住了 最短期的位置就是這裡頂住了 OK 所以你知道現在是一個很大的橫行的局面 你如果一陣 歐美盆這些位置完全穿開了的時候 你就知道上面還有少許空間 那你就要留平衡空間 你夠不夠玩 因為其實很窄的 但如果一旦這個位置都穿開了的時候 這個位置都穿開了的時候 他就一定要在上面 但你要等他回 等他回深一點的時候 在挑戰上面 但可能做一些很大型的震動都可以 看他想做深一點的回調 還是淺一點的回調 他都可以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優勢 沒有什麼優勢 現在就是沒有什麼優勢 你硬在沒有什麼優勢的情況下 你硬硬都要做 你就自然是在沒有什麼優勢的時候 你參與市場 那你就沒有那麼好處 你自己想想 那之前有些很有優勢 之前剛剛突破升的就很有優勢 剛剛這裡第一次出現下跌的時候 這裡做一個retracement 然後回調買跌 這些就很有優勢 現在就是沒有 現在他就是震 甚至乎他整個東西一起震都還可以 即是他這東西 其實整個都是一個大型的震幅 當這整個大型震幅的時候 他很多東西可以震的 即是他震這個下行震盪都可以 他很多東西可以震的 當他很多東西都可以震的時候 你硬硬要玩 你就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哪裡 你不可以在中間那裡經常都玩 你中間參與玩 你就很傻 沒什麼好處 別人都告訴你 就是別人已經告訴你 震幅是震一下震一下 震幅是這樣 你還要在中間那裡想一下 買升還是買跌 中間買升還是買跌 你上面又是阻力 下面又是支持 你就永遠都在中間那裡 不知道幹什麼 這樣很傻 整個遊戲就很傻 盡量減少一些傻的舉動 做一些蠢的事情 你的投資表現就會提高 不用做很多驚天地 浮鬼神的事情 你只要不要做那麼多傻仔的事情 你的成績都已經會轉好 很著數 所以不做傻仔 也可以賺錢 但是這遊戲就是這樣 因為很多人就是 好像聰明不切 總是要衝進去 想證明一下自己 然後做一些完全沒有意義的舉動 然後數字又不漂亮 很傻 很傻 所以等待 有時候耐心的等待 一些好的Sport 然後你就要果斷出手 都是一個很強的機能 OK 所以現在vip就是 沒有優勢 真的在震蕩 現在短型的震幅 最小近期的震幅可以是這一塊 又可以 但你中型一點去看 它可以是大那塊的震幅 又可以 但當然你可以找 common factor 你可以找小的和大的 它同一時間都撞在阻力裡 那你就在阻力裡可以試試買跌 如果大家撞在支持度 你可以想一下買勝 那就會好一點 但它在狀態上 沒有任何開邊 或者沒有任何的舉動去頂住了 它只是否定了當時那個大力回調跌的方案 它已經不能夠這樣發生 它已經正在震動了 那它就會正在震動了 OK 那你就要留意 短期的 剛才說的 最近期的這塊震幅 也不要忽略大的震幅的看法 接著在兩者之間找一些共通點 找到兩者之間找一些共通的位置 在那裡去做操作 就是唯一可以選擇的空間 但是 如果你真的要說 其實 不要說是比較好的 選擇一些清晰一點的來玩 選擇一些很漂亮的開邊的 美金外匯 現在有很多東西是準備開邊的 在一個大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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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那個美金的位置 在一個大位上 在一個大位上 現在這些大位是很好用的 即是上面的頂 要穿上來 它一旦上來這裡 你就知道它要挑戰上面 那它在做一個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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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在一個格局 它就要穿上面的頂 甚至上來 但是一旦 如果它穿了這隻腳 它穿了這隻腳 的話 它就有機會 會這樣 回一回 下回來 那你也要穿了 你也要先瓦解 這塊 現在這塊是一個上行震蕩 最起碼都是上行震蕩 它起碼是上行震蕩 甚至它是觸發這個前座的趨勢 就是這一段趨勢 這裏有一段的 momentum 它有機會在這裏 觸發一個趨勢 然後這裏上來 那你如果做這波的時候 便會好好做 你再找一些直盤來做 找一些直盤來做 一些歐羅 或者是英鎊 那些圖都很漂亮 那你就可以去那裏做操作 就會更加有優勢 即是當你能夠分析到市場 當你問什麼狀態與什麼狀態的互動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知道 你下一步是怎樣做的 你是迷糊 你不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你知不知道怎樣 那 立志亦都是 看來都走了 那時候說的 會準備破頂元周 大家一起興奮 當時這個位置 頂住了 試多次回一回下來 失敗了突破高位 那一定是升上去的 其實未來有什麼方法 非常好 所以當美股再去破頂的時候 大家就可以在上面興奮 大家在上面興奮的時候 就會興奮到一個位置 又可以是機會的時候 就有機會去看跌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到現在計劃都一樣 沒有改變 就是等著頭部出現 頭部不出現 我就沒有東西玩 頭部出現 我就果斷去玩它 但我現在不會作出任何 繼續玩上去的美股部署 那些叫什麼魚美 我沒有興趣 就算魚美最後可能噴到很高 那又怎樣 就算它很高 難道你會不會輸 其實 這就是想利潤的人 就只想這些 但想防守 先 就是投機的第一個規律 你一定要想保護資金 保護自己的防守 下一步才去衡量 你的防守 可以換來什麼潛在進攻機會 這樣想的才是最適合的 OK 所以 他 我玩了起點玩 做事玩起點玩 這個是不是升的起點 他一定不是升的起點 所以我不會參與 但他繼續上去 有機會是跌的起點 我便會參與 那個想法就是這樣 正如 不止當時這裡有沒有機會是升的起點 可以是 可以是 就是可以是 因為當時底下才發生 這個第一個回條段 他一上來突破 這個就是第一個起點 起點就要參與 所以起點就大大力參與 中間那些就玩一下玩一下 這樣就OK 不用全部都說玩 所以我都不明白 但現在市場 大家都好像很喜歡討論 究竟美股仍然有一波上 彷彿全世界市場 只有美股會賺錢 只要買美股才賺到錢 玩其他東西賺不到錢 這樣就很傻 但你又不知道自己在那裏 給一些什麼風險出去 到時有些什麼機會 你又覺得這樣是對 你遲些就會又試多試一下 解釋它這樣上去 然後再增多兩陣 可能那錢是頭 然後你覺得你曾經這樣賺過錢 你這裏又突然間買 還要買到比之前更大 散戶的傾向都是這樣的 他累積信心 前面玩得沒有信心 贏一兩次 然後最後那次就特別有信心 打大力一點 通常大力一點的那一刻 就是砰 接著他就收工 很多時候都是這個現象 為何金融市場不斷地發生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人性的特性就是這樣 當你理解它的時候 你不能夠自己再做相同的行為 否則就會很蠢 以太幣 以太幣也說到沒有什麼特別 27000至3000的位置 及下 而現在他上來 沒有做一個下跌 因為當時突破了這個低位 你留意到 當時他先穿下來 但他沒有選擇做一個突破 他又穿上來 最理想當然是升破這些 他一天不升破這些都還不完全好 他可以繼續震 震多兩陣再穿都可以 所以都還未脫離危險期 危險期間有機會跌 但你拿副在下面 所以你不會危險 你怎樣都賺錢 但最理想就是這個東西都破開了 這個東西都破開了 他就不能跌 他就不能跌 但如果這個東西還未破得開 他有機會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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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有很多事 又有什麼批不批 有什麼鬼鬼的時間點 那些時間點 有時候有些回調做一下都很合理 OK 更新到這裡 我們下次的節目再見 希望大家用一個 認真真做好一件事的方式去看待 投機炒賣投資 你怎樣叫都好 這個東西是很專業的 是很有藝術的 是很有心機去砌的一件事來 他並不是買一隻馬 或者是推寶伯家樂的心態去賭錢 舔油水 你賭錢舔油水的心態去做 就死硬的 你怎樣都會輸的 但當你有一個很認真的mindset 很認真的東西 即是用一種藝術性的剁磨的心態去認真研究這個技能 以運動員的狀態去訓練自己 然後就以做生意的方式去做好風險管理 那整件事就會很屈肌 說多一次 你用藝術上的東西去研究這件事的運作 與策略系統的流程的運作 而這件事其實我已經做了給你了 然後你以運動員的心智去訓練自己 面對一些失敗提升提升成長 去過那段時期 然後你用做生意的心態和做生意的角度去處理你風險管理 你用多少成本換多少利潤 用多少風險換多少潛聚利潤 玩long one 玩增長的心態去看這件事 這三個心態你塞進去玩投機交易的遊戲才是一條光明的路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我之前都會有一個免費的分享會示堂給大家 一天裡面三個小時都搞定了 如果大家想去參加這個 也是最後一個的免費分享會示堂 記得Scan the QR Code 或者在下面連結報名 到時在直播見大家 完了還有48小時慢慢重溫 我們請人了 一鏡翠龍在任期期間 還有免費的投資課程 讓你繼續進修 快點填菇的form約定你 想緊貼大市走勢? 立即就下載我們我要做富翁應用程式 貼著我們這班我要做富翁 好的 謝謝 我先看你 好 對 你 我先看你 你 你 下一個